一来罗东游艺场群聚事件已经有8个人确诊 而今天下午呢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确诊者的相关足迹 包括了5月6号曾经到访过罗东的三妈臭臭锅 隔天则是到老匠自助餐 八方月锅物在10号呢 则是来到了9000代海鲜百汇餐厅用餐 以及全联超市 那么业者得知消息之后呢 就赶快来消毒并且暂停营业 不过老匠自助餐隔壁的店家 生怕生意会受到影响 也已经请民间公司进行消毒 为在宜兰郊西的老匠自助餐 拉下铁门 墙壁贴上消毒休息一天 原来是因为罗东游艺场的确诊者 曾来过这里用餐 隔壁店家得知消息吓坏了 你也会怕就是 当然了 刚刚要来开店的前半个小时才知道而已 我们自己叫的 因为我们今天要开店 消毒怎么可以呢 走 我不用它开掉 就怕影响生意 隔壁店家赶紧请人来消毒 为了就是让客人安心用餐 这回受到波及的 还有未在罗东的三妈戳戳锅 业者戴上口罩 将桌椅喷上酒精消毒 为了大家的安全 我们还是先暂时停止营业 业者同样暂时休息 进行消毒工作 指挥中心下午公布 罗东有一场八位确诊者足迹 6号晚上6点 先到罗东三妈戳戳锅用餐 隔天下午1点 再去老江自助餐消费 5点半则到八方月锅物 10号晚上的时候 曾到访宜兰市 9000代海鲜百惠餐厅 接着再到全联 全联宜兰的门市 那门市确定来门市在调查中 这个足迹是 这些相关目前我们能够掌握的 八方月锅物和9000代 海鲜百惠餐厅 都已经暂停歇业 全面消毒 有罗东的确诊者自本店消费 那么本餐厅为了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今天以及明天 那么来暂停营业 暂停营业期间 我们将做好全面消毒 以及清洁的工作 确诊者足迹遍布宜兰市区 朝夕和罗东 而且大多都是在餐厅用餐 暴增本土个案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做好疫調 全力防堵疫情扩散 记者李克燕宜兰报导 暴增本